請到這個益川老師 這個阿滿儀到底是何方神聖啊 怎麼感覺上這樣牽起來 好像這個新廚寺 感覺就快要一半的這個都個案 都跟他有關係了 而且這麼大方啊 捧著五千萬現金 買了這個豪宅之後 趕快裝潢職位了 把其中一間套房租給這個李中廷 聽說還付車位 這這個人到底到底何方神聖啊 到底有沒有阿滿儀 阿滿儀是誰 他是辭職還是被辭職 阿滿儀幹大事之前 一定會先離職 他要買回建築之前 他就先把這一個全宣建築的監察人給辭了 辭了不到一個月 買了回建築租給了李中廷 這是第一拐 第二拐 這一個生意開發 這裡頭這個生意開發 就今天這個李正浩講的 因為李正浩今天沒有來 我是他的助理 我幫他解釋這個生意開發 後面所有跟這一個新竹相關房地產的事情 請李正浩自己弄 我要先走一步了 生意開發這個事情啊 這個阿滿儀本來是生意開發的董事 可是生意開發生意開發是上櫃公司喔 他三月換了董事換了獨立董事 三月大規模的這個改組 要這個換呢 阿滿儀在三月的時候離開了這個生意 因為他當然是利萊德投資在生意的這個代表代表人 好生意開發就剛剛提到了這個這個案子 這是所謂的這個什麼民主斷 沒有住新竹的還是住新竹的 有的人也不知道什麼民主斷 今天知道什麼路 我跟你說這是對的 這是遠東巨城百貨的旁邊 遠東巨城 新竹人都知道新竹是最大的國務中心的旁邊 哎唷有一堆堆要賭公 哦值錢耶 欸這已經10月的案子 所以從這個這個 林志堅的時代啊 這個案子創得久 結果我們阿滿儀幹了大事 離開這間公司 馬上啟動三四五六七 月月有進度 抽抽抽抽抽抽大獎 這樣之後 這個案子 發布實施 發布實施喔 7月27號公告實施 公告實施喔 就開始用了嘛 3月才公開展覽 就7月就已經公告實施了 這代表新竹市政府非常有效率 都發局地政局 大家都很有效率的 這就是高峰的地方 新政治民眾黨 為了這種都庚的案子 加速前進 這個我的師傅李政浩說 說這是什麼做火箭 叫大家安全帶報告好 就是這種案子 速度非常的快 可是為什麼 這個案子又跟阿滿儀有關 那剛剛那個寡婦樓呢 寡婦樓把剛才民眾黨黨團的 發言人主任他說什麼 他說林志堅給人家啟動了 什麼文資審議 通過了 就這個沒有什麼文資價值 然後呢 啟動了什麼綠資源審議 所以是林志堅重啟的 有事嗎 這兩個過了就重啟了 這兩個過了就重啟了 後來召開了幾次環境說明 環境影響說明書的會議 今年8月3號 光復段就這個廣復樓的案子 再度啟動了環境說明的會議 這裡頭就通過說 按照環評法 我們這些學者專家 這些委員會開會決定了 這個案子 叫文資無關的 也沒有什麼環境影響說明 都沒有都不用 直接這個案子就啟動了 齁 穿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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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穿幾乎開發的日子 一百一到一百六十日 高昂你一台很敢 你很敢 然後你也很敢錄 過時間 過時間 很敢 也很敢 這條你都給它滷下去 你之間不敢用的事情 你現在給它滷下去 好 又用來這個案子 也是叫倉意事業群有關的 也有關的 都有關的 都叫倉意事業群有關的 大大小小 我說倉意事業群 裡面做過什麼公司 利萊德 生意 全宣 福宣 高登國際 全倉意 所以阿不然你啊 你到底是真正的人 還是人頭 你是請辭 還是被請辭 還是阿不然你啊 你到現在 你還不知道 你已經辭職了那家公司 你的名片 現在是外面 還印刊來 因為你去換你也不知道 是這樣子嗎 好 這個案子 接下來就遇到一個課題 接下來這個是一個關於感情的糾葛 還是命運的捉弄 讓這個高峰安新竹早安的紅色蜘蛛網 又會帶新竹政壇 帶來什麼樣的衝擊 不為人知的懸案 這個事情後續就交給李正浩 因為他今天不來 我代替發表這些事情 但是各位記得 從頭到尾都跟阿萬里亞有關係 阿萬里亞幹大事之前 他會辭掉一堆職位 然後就把這裡做了一個切割 就像他男朋友一樣 他男朋友 教育不關的 跟剛才說男女朋友的財產什麼 這沒辦法撐到對不對 各位記得錢康明說什麼嗎 錢康明說他要離職的前幾分鐘 他去找高峰安嘛 他把高峰安說到高峰安說什麼 說我們又沒有結婚 我們又不用申報 如果我們結婚 我們就要申報 這句話什麼意思 錢康明跟高峰安說什麼 說到高峰安說出這句話 我們又沒有結婚 我們又不用申報 如果我們結婚 我們就要申報 代表代表李中庭的財產 可能出現了什麼變化 李中庭的財產 如果出現了什麼變化 才會讓高峰安覺得說 我男女朋友阿 他如果沒有結婚 他會多少財產 嚇我做市長無關的 真的無關的嗎 這個社會我接受這樣 你如果要這樣 你如果要這樣 這所有的官員 大家都去打七仔就好了 打一大堆七仔 去搞小王小三 搞一大堆都沒有事情 這個社會有辦法 大家接受這樣嗎 不可能 聰明反背聰明物 看似完美的切割 卻是政商糾纏的證據